粗粗今天呢是一期年度爱用 不出所料发这期视频是大年初五 然后先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那我们的小狗也跟各位哥哥姐姐们拜个晚年吧 啊你你开心一点好不好 好不要那么凶 好不好 开心一点囤囤 啊他他满脸写着开心的 那这一期的年度爱用从护肤到彩妆 我们是应有尽有啊 大家一定可以一次性看个爽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从护肤的部分开始说起 大家关注我比较久就知道我皮肤还算可以的 就是蛮好的 但我主要是一个混油肌 春天的时候皮肤会变得稍微的油一些 然后但冬天的话又是会变得比较干燥一些 然后我全年都用这个水 已经是我的第二瓶了 我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个人就非常非常喜欢胶韵式这个品牌 这里面的成分 不管是对敏感肌还是孕妇都非常友好嘛 然后呢我就是对他们家充满着滤镜 到了换季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拿出来这个来用 就是这个科研室的高保湿面霜 秋季转到冬季的时候 我都会买一瓶新的这个 然后都一定会用空 然后这是今年买的 你们看里面已经被我挖成这样了 虽然是夏天的时候混油 但冬天就是混干到大起皮的状态 就整个人很干燥干干的 一般的保湿产品已经满足不了我的 就是需要这种油糊糊的 可能一般人觉得这个科研室的这个高保湿面霜 可能过于厚重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就非常的及时能拯救我 它就是那种比较厚重一点的质地的膏铁 但是用的还蛮快的 这个水呢我就是一年四季都有在用 一般是洗完脸啊上妆之前我都会涂它 在我这个年龄段的女生用这个水就完全足够了 就不需要用一些太贵的产品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开始用很贵的产品的话 我不知道等到再上了岁数的话再用什么 那接着就是讲这个精华 精华的话我只用美白精华 其实这一瓶我已经用空了一瓶了 这是已经是第二瓶了 这个呢是也是快被我用空了 之前是品牌方寄给我了 但是这个是真的很好用 这两个质地都非常的清爽 就是你涂到脸上了之后也不会觉得脸上黏乎乎的 它就是涂完了之后就感觉能立马吸收的那种感觉 味道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还是个味道控 就觉得这两个味道就是属于那种清新的花香 接着就是防晒 这个防晒呢其实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也有经常用的 价格稍微有那么眼高 但是呢回国之后就是发现就直播间里卖这个玩意真的好便宜 这个呢就是属于质地非常的清爽 我喜欢护肤品的话首先看它就是清不清爽 这个呢也是属于那种非常稀的那种质地 然后它不会在脸上发黏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它基本上不会跟我的其他底妆搓泥什么的 有SPF50个夹号PA有4个夹号 就是防晒的这个功效还是很强的 最后一个我们要说的护肤类产品就是面膜 我真的基本上就是夸累了这个面膜了 我就是很喜欢它 真的真的不是广告 我自己囤了这么多了 这个是双十一的时候买的 然后买了大概8盒吧 然后现在就剩这些了 其实也没剩太少哈 但是就最近没有怎么再用了 就是护肤这个地方不是很勤快 怪不得我老起皮呢 因为我一直觉得冬天用面膜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需要做心理建设 就我不知道你们跟我一不一样 就每次就是从冰箱里 把这个面膜拿出来敷到脸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痛苦 就不管家里面有多暖和 然后就那面膜啪的敷到脸上的那一瞬间 我都觉得透心凉 面膜的话我比较喜欢就是 精华液比较粘稠 因为它好挂住在脸上 要是那种特别稀的 就会一直的糖水 你就会觉得很讨厌 就弄了就是睡衣上买哪都是 你就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接着呢就是底妆类产品 首先就是这个NAS的气垫 这个NAS的气垫 应该是属于适合混油类肌肤的人使用的 我之前夏天的时候刚买它 我超级的不喜欢它 因为我总出汗 它会跟我的那个脸上的汗 就是会起反应 看着特别浮粉 等到冬天的时候 我又觉得不能浪费 这个东西就是买来也不便宜 怎么就是能轻易说不用就不用了呢 我就把它又拿出来重新用 从此就爱上它了 然后这个东西已经快被我用完了 这不是到了冬天吗 我又再拿出来涂它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就什么卡粉啊 浮粉啊这种情况了 我仿佛找到了就是我的真爱气垫了 就真的觉得它很好很好用 我就真的推荐混油皮的女生 冬天的时候一定要用它 然后是这个植村秀他们家去年出的这个新改良版的 然后这个呢就非常非常适合夏天来涂 我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出油嘛 它控油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也不会你一出汗的时候就会浮粉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质地吧 它是这种挺有流动性的一个质地的 就非常的好推开 很轻薄 就很适合夏天的混油剂来使用 冬天的时候我又新发现这个也很好用 它是那种被干皮设计的粉底液 但是我觉得就很适合 像我冬天会变成混干皮的人 然后来使用 但是我看网上说这个粉底液褒贬不一 我自己自认为这款粉底液很适合我 因为我冬天不喜欢就是那种特别哑光的那种妆效 我喜欢是有一些光泽感 亮亮的水嘟嘟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那种给我那种感觉的妆效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流动性没有像刚才那个植村秀那么强 但是也是有一些微微的流动性的 这个色号我感觉是偏粉调一些的 但是也还好伤到我脸上 也是没啥问题的 就你们知道吗 我以前选粉底液啊 就是每次都是选黄二白 可能是我用美白精华啥的给自己整白了 也有可能是南方水土养人吧 我发现自己就是真的变白了 我朋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粉底液都那么黑 接着呢是一个非常误打误撞 然后我又买到了很喜欢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NAS的遮瑕液 遮瑕这个东西吧 就基本上是用来遮我这个肋沟 还有这个法令纹的 对于就是这个遮瑕膏这个东西 遮痘印好不好使啊 我没有什么发言权 然后首先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两个东西的质地啊 膏体我一般是用这种遮瑕刷来取 然后你们看一下啊 就是它是这样子的 就基本上跟那个肤色很贴合 然后我就非常喜欢它的一个质地的原因 就是遮瑕力度也非常的强 就跟你那个底妆扒得很牢 接着是这个遮瑕液 遮瑕液一般就是点涂到脸上 然后再用遮瑕刷把它铺开嘛 你们看一下这个遮瑕液 遮瑕液的话就相对于遮瑕膏来说 是这种比较水眼的质地 我一般会用这种刷子 然后把它就是这样点涂开 反正它们俩的遮瑕力度都特别的强 然后你们看一下它就是会有这种 无痕的这种妆效 反正我觉得NAS他们家的底妆做的都非常的棒 那接着呢就是请出我们的彩妆选手了 首先呢就是请出我们的眼影盘选手 就是这个3CE的眼影盘 这两盘都是我今年用到的频率最高最高的两盘眼影了 一个是玉泥盘 然后一个是黄油盘 这两盘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大地色为主色调 然后有一点偏橘棕色的感觉 这些亮片都非常的好看 这种亮片呢又没有特别特别的闪 但是存在感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3CE的这个闪片的粘性很高 它不会就是掉闪啥的 就是掉的满脸都是 然后它里面的这些大地色都非常的实用 这应该是属于我秋冬的话用的比较平的那种盘 然后接着是这个玉泥盘 就不会抢腮红啊 不会抢口红 就是饱和度比较低的一个灰灰的颜色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亮片啥的都特别漂亮 你们看灰紫色的盘就可能会做的比较俗气 这一盘就很清冷的一个感觉 就是眼影盘界的刘亦菲吧 这两盘做的很好的一个点 就是它们是有重色有浅色 就很实用综合性比较强的两盘眼影盘 然后接着是这一盘 这一盘其实我买了那种一年 但是我是今年才开始重新它 它是那种偏性色的那种感觉 就是奶茶色的盘吧 比较适合化日常妆 就是出勤啊什么上学什么的都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它这里面的很多颜色都是非常适合来打底的 上到眼睛上也完全不怕重手啥的 就很适合新手来用 接着最后这一盘可能没有那么的日常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很喜欢化青欧美啊 创意妆的女生的话 我真的非常推荐你们入这一盘 这盘性价比非常高 然后里面基本上囊括了那种你能想到的创意妆的颜色 我很喜欢用这块薄荷绿 我觉得就很出妆效 大家也都看到我出的那些什么薄荷绿妆容啊 还有那种紫色妆容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盘来画的 就很实用 它的粉质呢 它就压得比较实 这盘跟随了我基本上有两年了 但是就是今年画创意妆画的还比较多 然后这一盘就被我重新拿出来了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实用 接着呢是腮红的部分 上半年呢我非常非常爱的是这个万花镜的这一个盘 应该是叫胖桃子吧 然后这个呢是下半年我的爱用 是偏冷掉的一个感觉 这两颜色我都很喜欢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颜色的手臂湿色吧 我真的很喜欢这两块 你看就是一块是偏暖掉 一块是偏冷掉 这两块颜色本来我都很喜欢 就是上脸饱和度非常非常高 接着就是说我们这个NAS的腮红 我拥有的是三块 一个是这种灰粉色 然后一块是这种土橘色 然后一块是这种类似于修容一样的颜色 灰不垃圾的 三块颜色都是我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 除了这个外包装是指纹收集器之外 就没有别的缺点 就粉质也非常非常的棒 就一点缺点都没有 粉压的又很实 我觉得都可以当传家宝 真的怎么用都用不完 如果你没有很喜欢那种 特别低饱和度的腮红的话 我就建议你们指入这一块就行了 然后如果你是平常喜欢 画那种偏粉色系的状的话 你就指入这个behave就可以了 就是反正都给大家策划好了 然后说一下我们这个睫毛产品 我跟你们说 睫毛真的是今年 我最最用心经营的一个部分了 假睫毛 谁发明了这东西 真的是造福全人类啊 那我就经过了这一年的研究呢 然后就发现了最最适合我的三款假睫毛 首先呢就是这个仙子睫毛 这个仙子睫毛基本上我觉得是大家人手必备了 就很适合画那种日常妆 唇欲妆啊 接着呢就是这个 这个呢是属于那种分段式的小恶魔睫毛 就是现在我眼睛上贴的这种 它是这种簇状的 就比这个仙子睫毛来说 它就是会更加的浓密一些 看起来呢更加自然 但是呢存在感还比较抢眼 这两个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推荐 这个呢我可能家里面有五盒囤货 这个呢我可能有六七盒囤货 就真的很好用 很好用 接着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那种条状的假睫毛 可能现在市面上这种调状的假睫毛 就是大家不怎么戴啊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呢 就是有的时候我化那个创意妆 或者是眼妆很重的那种欧美妆的时候 我会贴它 如果戴这种比较浓密款的话 就是会把你的那个眼妆更加凸显一些 就是睫毛更加的就是扑闪扑闪的那种效果 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唇釉部分了 大概呢就是我去年出了能有三四支 爱用唇釉的视频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 应该大家也都知道了 是这个NYX他们家的这个唇蜜系列 虽然说我买了这么多 但也不是说这里面的每一支颜色 都是完美的适合我的 就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那种偏裸色调一些 然后颜色没有那么深的 然后是这两个色号 一个是16号色 一个是46号色 也是在我视频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两支颜色 大家问色号也最多的啊 先给大家看一下手臂上的颜色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 就这个唇釉它有一个B端 就是它黏头发 但是它就是仗不出它颜色好看 你看就这样的颜色就很好看 就很适合我对吧 没错 我为什么会喜欢这种颜色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我觉得我算是浓颜 嘴巴上的颜色下的功夫比较少 就是会涂这种偏裸色一点的 蠢釉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网上搜 就很多博主都有那个做全套的试色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购买 然后呢我要推荐大家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我是一个嘴巴特别容易起唇颜的人 唇纹本身就很深 我就入了一个这个的 专门制口唇颜口角颜的一个唇膏 这个唇膏真的很好用 我后面就是基本上坚持 就是每天涂 然后就是唇颜感觉好了很多 像之前我跟大家推荐的那种唇蜜啊 就晚上涂就很厚重 就黏乎乎的 家里养狗的话就是会黏一嘴狗毛 第二天早上起来 然后或者会就是拔一层死皮 它不会有就第二天早上拔死皮这种情况 它就正常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嘴巴就嫩嫩的那种 这个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唇颜患者的话 真的是强烈推荐大家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2022年也能继续关注我 然后跟我一起变美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